如果,爱剧透,奇迹出现,宋乔迟最后没死,原来是被他救活了。 由张柏芝领贤主演的都市爱情电视剧《如果,爱正在热播》当中,我们都知道剧中的男主宋乔迟因为得了罕见的脑癌,而且还是恶性的,所剩日子已经不多,他现在接下来的时间安排都是为了不让自己后悔,然后去弥补万家灵,首先辞退HS集团CEO的职位, 然后连老妈都不顾就跑去弯家灵老爸的饭店当喜服务员,又拒绝了老妈给他的一个又一个的相亲和安排,病情越来越严重,那是不是意味著宋乔迟就要去灵河发了呢? 当然不是,因为有一个人救活了他。 自从宋乔迟得了这个病以后,一直忙住自己的老妈,因为不想让他伤心和难过,即使到了最关键的时期了,只能说这样的老妈当得非常的失败,只顾住自己每天的打扮,自己的生育,连每天相处的儿子的一点状况都发现不了,还总是以他为骄傲,并不断地给他相信等等。 当宋乔迟再也撑不住被他发现住院,然后医生告诉他宋乔迟得的是罕见的多型性母细胞胶滞留,然后说这种病治好的希望很低,如果他早点接受治疗也不至于这样,并将过去的一些事情都告诉了他。 宋乔迟的老妈终于知道了一切,不过医生并没有灭他的希望,说如果是以前的陆阳还有救活他的几层希望,可是他现在的手术问题了不能再动手术。 其实陆阳一直以来都在劝他赶快去救治,不然死得更快。 不管陆阳怎么劝说他都不听,或许是宋乔迟对死的恐惧,或者是后悔没有弥补完嘉玲吧,当然他也知道如果不是陆阳帮他手术,他基本已经没有救活的希望,所以只想在余下的时间里过好自己,不让自己后悔。 同时宋乔迟也非常不喜欢陆阳,可以说是陆阳抢了他老婆。 宋乔迟最后住院,所剩的时间里万嘉玲打算陪他走完,看起来的却是要去领盒饭了。 然而宋乔迟的老妈真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子离开,所以就去求陆阳能救救他的儿子。 他不能失去他,可是陆阳也知道自己的情况,因为他的手受伤后就不能再动手术。 然而在他一度痛哭的恳求下,陆阳还是决定重新拿起手术刀剥一下。 然而陆阳还需要克服一个心理障碍,那就是宋乔迟的儿子之前也是他主持受伤的,并且因为失误没有救活他,而这次的医术难道高几倍,而且不方便的陆阳真的能救活宋乔迟吗? 最好奇迹出现了,陆阳克服了心理障碍,还成功了对宋乔迟做了手术,就这样宋乔迟被救活了,好感动着母爱,救了自己的儿子,当然也算了帮陆阳重新找回了希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